大家好,我是老马 这是我的鸽棚 里面还有两个种鸽棚 因为今年一日发生了 有史以来最大的水灾 导致这个鸽棚全被水淹了 所以今年我打算 把这鸽棚挪到我的房子上面 咱们一会上去看一看 看一看昨天接的怎么样了 这就是我准备新建的几个鸽棚 三个大一个小 这小黑然后也太慢了 我这一天得了瘧疾了 也没上来看 过两天建好了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是我的那匹马 在那里面吃草呢 这是我的花花狗 小木狗 鸽子明天 明天早上要训放到150公里了 前面都进行了30公里60公里90公里训放 明天早上私放多数是150公里 那就是两人 我就放在那儿 所到的地步 他不要干涉 最后就把鸽棚里面 先把鸽棚 一些小鸽棚 夏天 非洲这边养鸽子吧 最大的障碍就是天气特别的炎热 白天都四十多冬 这个死放的时候 我这是在前年在尼尔的首军 尼亚美主持当地人搞了一个新歌俱乐部 有那么十几个会员 算是填补了尼尔的一个空白 所以每年五都行办一些新歌比赛这样的活动 某个人也是出一些赞助费作为奖金 来鼓励他们发展这个新歌运动 每天早上一大早起来 咱们养鸽人一项活动就是不洗脸 不刷牙不吃饭 先把鸽子喂好了 喝好了 然后开笼加飞 这气中的料区只有咱们能提到 其他外面人是体会不到的 每天早上每天早上鸽子能飞一个放得着熟 这样的 但是天气太热 把你种以后就受不了了烤的话 所以鸽子在这个饲养吧 困难充充 我们的鸽子都是从这个从法国穆洛哥那边 赛兰加尔那边运进过来的 价格也不是很贵 因为这个黑都的这个新歌运动 是北非这边比较发达 他们都是从这个欧洲那边进的鸽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